就是我在第七个单元里面 也有一个官方的完整说明 它里面写的其实还蛮详细的 那当然因为太多 而且有些方法 其实不见得一定会用到 但你就可以把这边当成是 如果刚好有用到哪一个方法 或哪一个属性的时候 你可以拿来当查阅 只是说目前它没有中文版的 不然你可能还是要稍微 稍微读懂旁边 英文 不过英文也蛮基本的单字 它不是很复杂的单字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彻底了解 以后遇到哪一个属性方法 不懂没关系 这边可以查一下 OK也是有 因为未来你们遇到工作 其实很多时候都会用到 也许某些套件是你不太熟悉的 那不太熟悉没关系 其实使用方法都类似 所以主要你要熟悉 就是怎么去使用 这个某一个套件的一个相关方法 那你都会找到官方提供的说明 当然如果中文是比较好 如果没有中文 你可能就是自己再把英文上会K一下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再来看一下 就是那个第一个输出整个Data Frame 第二个排完序之后再做输出 而且输出 我们只输出那个西瓜价钱那一栏 那不过那一栏旁边 左边一定会帮你顺便带一个Index 那它的这个Index那一栏 OK 那再来的话呢 输出什么 我只需要输出台北一的市场行情 那台北一的市场行情的话 当然你按照那一键 其实台北一的市场行情就这样 这些有没有 包含就是什么 西瓜多少钱 西瓜多少量 OK 阳瓜 然后那个阳瓜的量 其实就是香瓜 OK 然后把这个给列出来 意思是说我们刚刚是列一整栏 那第二个的话 将来你会遇到就是哪一列 有没有 哪一栏 哪一列 所以如果它考你这样 你要怎么能够把台北一的那一个 那一栏的资料 那一列的资料 它Index台北一 把这后面的资料帮我带出来 那方法的话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这边如果我要输出台北的那个一的话 首先第一个 我们可以用一个 它那个DataFrame里面的某一个方法 叫Loc的一个方法 这个Loc的话 基本上 那你们可以查一下 在那个官方的说法里面 然后这边在第七 里面有个那个DataFrame的官方说明 其实这边就有提到 它叫什么 Loc在这里 DataFrame的点Loc 它这边意思是说 它要存取什么 其实L应该是Label Label就是那个标签 那个标签的话 就是它的栏位的名字 就是它的栏位 比如台北一的这个栏位名称 的那个group的整列 of rows 所以就是说跟这个标签有关的那个那一些列 然后用Label的方式帮我返回我要的那个array OK 所以基本上我就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第一个 我用那个DF电 Loc 去中瓜湖里面就给它一个什么 给它一个标签名 就是它那个编号名称 就是台北一 好 再来的话呢 你在利用什么呢 Loc 就是 在把那个Loc里面的资料把它print出来 让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我把这个用Loc的话 它就可以马上帮我把那个台北一的这个资料 全部都秀出来 所以你会发现 它第一个会帮我 假设print它 它会自动帮我怎么样 这个上面这个 这个是指的是上面这个标题 那底下的话 它会帮我 如果我要把它里面细项的每一列的资料都抓过来的话 这个抓过来 其实就是这一边 而且它会怎么样 它会连栏位名称先帮你写 西瓜多少钱 西瓜的量多少 香瓜 香瓜的量 意思就是怎么样 它会帮我有点像在Excel里面 我要这ED 然后它会帮我把 用Loc给它这个名称 它会帮我把上面的Color名称 跟下面的那个 就是它对应到的资料 一个一个帮你抓出来 而且做一个列表出现 OK 所以Loc可以帮我做到这个动作 所以以后如果你要抓谁的资料 其实有点像 你要把某一个人 或者某一笔商品的那一笔Raker 抓过来 但是如果说有重复 比如说这里面 假如说有重复的 它也会 假设有好几个 它也会列出来 它不止一个 它这边有提到 如果你那个名称有重复的话 它也会帮你把重复资料 也给全部抓回来 所以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 再来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最后一题 它要我们做什么 最后一题的话 它要我把这个里面的资料做修改 包含修改哪里呢 三重区 然后还有什么羊 本来是香瓜 就前面加一个羊就对了 所以有价钱跟量 那修改的方法 好像我记得我们之前有讲过 如果你要修改这里面的资料的话 当然包含就是几个地方 第一个如果要把那个三重4改成三重区的话 那第一个的话你就先找到什么 找到它的index 它的所影值 等于那个三重区 特别说这个index0指的就是 我们index0指的就是 我们的最上面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 0的话如果我今天要抓取的是 这上面 我要去找到这个三重区的这个资料 然后找到之后的话 接下来 特别说这个实际上是变更 修改的意思 我要修改在index里面 排在这个0的位置的这个地方 它本来叫三重4 那我直接先赋予它一个新的值 叫三重区 所以它会把这个原来 上面里面本来是三重区 本来是三重区 你们index0指的就是这个 这个里面的资料本来叫三重4 那我就丢一个三重区在这里 把它盖过去了 所以它过来之后的话 这个位置里面的资料 就会变成三重区 意思就是把它覆盖 覆写上去了 OK 那它的位置刚好就index里面第几个 刚好就第一个 编号从0开始 有没有 所以第一个资料盖过去了 那盖过去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只是暂时性的 那你要永久性的话 意思就是说你要怎么样 再把这个index里面的值 index里面的值 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一串 那因为我已经变更里面的其中一个 叫三重区 然后改了之后的话 重新再丢给它就对 重新再丢给谁 丢给那个data frame里面的index 意思就是说把它盖过去了 OK 不然的话 如果你没有写这一行的话 等于你现在只有改那个串列 你并没有改里面data frame的值 但是如果你要改data frame的值 你要先把那个串列修改 重新丢一次给 这个叫重新赋予index OK 那一样的方法 column2跟column3 那指的就是这个column里面的column0 1 2跟3 本来叫香瓜价 香瓜量 把这两个改成 羊香瓜 最后的话 一样再把它丢给 那个data frame里面的column 把它盖过去 最后呢 我把它print出来的话 这样子看到的结果 就是我们要的 最后print 三重4变三重区了 香瓜 因为前面都有一个羊 这两个 这样就OK 它其实就考你这样的 OK 最后当然如果说呢 我后面还有做一个补充 就是说 我最后这个考试是不考的 OK 如果我要把变更完的结果 再输出一个e-sale的话 那非常简单 df.2底线e-sale 瓜糊给它一个档名跟负档名 这样子我们就输出了 所以我把这个out303.xlsx 那如果我再多这一行 我考试不考 这只是说因为我觉得这还蛮重要的 那我就可以什么 这个permission 这个档案是开启状态 所以它没办法复写 就把它关掉一下 重新再run一下 这个时候的话呢 已经就写出成一个e-sale了 在哪里呢 在这旁边 我把它打开来 OK 你会看到我们的e-sale档 这边就有了 所以将来如果说你要 再把这个最后的结果 也就在那个python里面做完的 你可以再输出成一个e-sale 然后甚至你可以用附加档的方式 再去寄给别人 有没有 所以很多工作 如果说你不用VBA来做 你要用python做完之后再输出成一个 再寄给人家 OK 这也是没问题的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303这一题 试着熟练一下 那我们刚刚主要就是那个LOC LOC的话就取得哪一列的资料 哪一列 OK 比如说我要取得什么 台北一 那你这个地方的话 你就是把那个台北一 台北一这整个 但未来你也可以把它改成什么 台东市好了 那他就抓到这个 板桥市 板桥市抓到 OK 所以你这边可以 可以做那个 台东市 其实这边也可以自己再修改一下 假设我要把台北一 台东市 那这边就列入台东市的市场行情 然后这边就可以把台东市的行情 把它列出来 其实这边只要改一个标签 主要是这一行 PREASE它 这样的话台东就可以把台东的资料给列出来了 所以如果你要取得哪一列资料记得就LOC 台东市的 那请各位试一下 后面还有就是说取得哪一列的资料 另外修改 修改完就写回去 修改完写回去 最后等于是再重新把那个DF抓回来就OK 最后如果你要把那个Pandas 实物件整个输出到某个ECL档案的话 很简单就叫点to底线ECL 给它一个档名副档名 资料就出去了 所以其实这个还蛮好用的 也就是说你将来如果你要把那个ECL里面要做的事情 捞到Python 你就用Pandas把它先read底线ECL 把它读进来 然后做完之后看你要做什么 反正你要做报表也是啦 你要做图表也是啦 OK然后你要寄给谁也可以在Python里面做 那只是说差别就是说以前那个在ECL是用滑鼠点 有没有 然后键盘滑鼠键盘用联工嘛 那如果Python就是全部都用程式了 也就是你不用去奢望说你能够用点的你可以做出要 就是你变成说很多事情就是用循序的把程式一行一行写出来 那主要就是说以前用滑鼠点哪个地方 变成说你要学会什么 看懂就是一些Data 像刚刚那个地方就Data Frame的说明 Data Frame里面的说明 OK 所以以前的那个滑鼠键盘能点的地方 现在全部都变成一个一个的物件里面的属性跟方法 所以你要看懂这些东西 如果以后你这些都看得懂的话 然后也慢慢熟悉 我想只要你能够逐一逐一的把你要做东西Print出来 结果你应该就可以看到你要的结果了 OK所以请各位试试看Data Frame部分 谢谢观看Data Frame